- 学长- 坐坐坐- 不好意思久等了 - 这次也是因为协议的事儿 - 你这一块的用词可以尽量客观一些 - 多用数据 - 可以和市场上一些相似的项目做类比 - 你果然全部都知道了 - 上司林小雅他喝醉了 - 全都告诉我了 - 这个协议对你来说的确是有些苛刻 - 不过呢 - 好消息是 - 你的企划书已经通过我们公司的评估了 - 接下来只要你愿意 - 我们就可以去商讨一下开店的事情 - 只要你有了自己的事业 - 我相信你就自由了 - 不是学长 - 我好像有点没有听懂 - 是什么意思啊 - 天使投资啊 - 我投资你去经营 - 利润我们一起分 - 这个方面我听懂了 - 我想问的是 - 这个事情和我跟以思辰之间的协议有什么关系啊 - 我记得你以前读书那会儿 - 挺擅长做项目策划的 - 这都过去多久了 - 再说了 怎么了 一会儿你去换一套 正实一点的衣服 去我公司等我 我一会儿就过去了 行 那一会儿见 一会儿见 说因为你受到这个协议的限制 所以导致经济上比较窘迫 吃穿用度都受到限制 就连做品牌也得不到 学长 如果是这个的话 就不用你操心了 虽然乙思诚这个人吧 脾气又臭 又小气 顾兴熏 说谁口 说谁脾气差 思诚 好巧啊 莫总 好巧 又见面了 幸会 怎么 今天又在和我太太聊漫画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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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在聊什么 怎么就聊到我了 我意外得知了 你和顾小姐之间的协议 想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 你告诉他了 你告诉他了 我 没有 不是 反正 哎 不是你想的那个协议就对了 你们俩这种关系 我也是可以理解的 你不要觉得难以启齿 而且我作为顾兮兮的好朋友 见她的同乡 她有困难 而我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我想这也是很正常的 还是 你自己对顾兮兮的感情不自信啊 我和顾兮兮的感情坚不可摧 不是随便一个人都可以影响 你的好意我替我太太回绝了 一会儿我还要带她去上课 先走一步 又上 学长 不好意思啊 再见 尹思辰 你又 顾兮兮 你是不是早就想和我结约了 这么快就找好下家了 不是事情 不是你想的那样 那是哪样 就是 小雅她有一次不小心 说漏嘴了一点点 然后她马上就机智地撒了个谎 圆过去了 反正事情最终结果就是 我们的协议没有被暴露 下次你没那么心 嗯 走 陪我回公司 我给你请了李老师给你上课 好好地学一学 给你请的李老师 就在里面 是不是你办公室吗 是不是你办公室吗 细尾 你说的李老师是染小假 嗯 我过去才要带希希出去度假 所以请你教她一些简单的社交礼仪 原来你说的是这个事儿 放心交给我吧 不过 我需要一双高跟鞋 还有礼服 不用了吧 飞扬 这么快 我早就准备好了 我 我爱莫做事一向很有效力 去吧 把衣服和鞋子换 我自己去就行了 你知道在哪儿吗 顾兮兮 好了没有 没有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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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一下 啊 你 你过来一下 怎么了 你 你 帮我拉一下拉链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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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 你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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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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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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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你没事吧 我来 没事吧 老板 我可能走不了了 老板 我腿好痛 老板 别让我走 给我一眼 是不是 我陪你走 慢点 一步一步走 一步一步走 我看今天时间也不早了 要不我们换一个动作 别别别 我脚疼得不行了 我真的疼得不行了 我得休息 正外走了 怎么样 我看看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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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回就行 疼吗 那今天就到这儿吧 谢谢老板 体贴的老公 思辰 你过会儿有空吗 我想跟你聊聊 可以改天吗 我今天上午 给你看的融资方案 我又改进了一下 明天要发给合作方 你帮我看看行吗 我 顾小姐 你的脚 没事 没事 歇会儿就能走 那我和思辰 还有一些工作的事情要聊 可以请飞扬 把你送回去吗 行行行 你们聊 你们聊 那 毕竟脚太痛了 我就先回去了 老公早点回家 我先走了 没事 真没事 我不打扰啊 我走了 看慢点 has ED 继续 谢谢